近日,鏟遠一個家庭遭遇入室搶劫 被4名蒙面持槍男子捆綁 並受到碾擊槍威脅 妻子報警求助 Westminster警方表示 上星期日晚上10時40分左右 接到一名婦女的報警電話 請她需要幫助 3分鐘後,警方抵達現場 發現4名男子持槍逃跑 住宅內一共5名受害者 包括一名長者、一對夫婦及其兒女 據悉犯罪嫌疑人先是持槍闖入住宅 將丈夫推倒在地 並用碾擊槍逼其就範 後將4名受害者捆綁在客廳 妻子執屁日衣櫃報警 目前有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 名叫Danny Somme 然被送入慘怨監獄 保釋金為100萬元 另外3名嫌疑人尚未找到 如有知情者請致電Westminster警方 714-548-3759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道